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她是好莱坞的一位导演 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David 你是什么时候进到影视圈做导演的? 我2010年在我20岁的时候有机会导第一支MV 影视圈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充满俊男亮女 星光异异 五官十色的生活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影视圈的生活吗? 的确是有蛮多诱惑的 而且当时有机会跟蛮多明星、艺人合作 所以也很习惯活在掌声之下 然后在这样的虚荣心里面度过 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信耶稣了吗? 那时候我在台湾还没有信主 所以你那个时候还在台湾 那你是什么时候来到美国的? 我在2013年的时候 我在台湾已经做出一点成绩 想说我想要有点突破 所以我就来美国读电影研究所 所以那你来美国以后一切都还好吗? 来美国的时候刚开始真的是随途不符 有很多的挫折 因为过去的一些掌声啊 虚荣感啊 突然就一切都没了 但是我总想说还是自己可以努力 所以也是坚持下来 而且也的确获得一些不错的工作机会 就搬来了洛杉矶 其实我发现你对你的人生是有目标的 你不仅是导演电影 你也在导演你的人生 你对你的人生是有剧本的是吗? 对我总想说自己努力一点 然后用心一点用力一点 这样总是能够闯出一点成绩 所以虽然来美国又不容易 但是你的人生还是按照你写的剧本再往前走 没错 那那个时候你信主了没有? 那时候还没 但是我18年年初的时候 靠着朋友的介绍 我来到了小组 想说能够认识一些影视圈之外 不同领域的朋友也是挺好的 而且小组的大家总是充满爱 然后又这么的喜乐 但因为过去影视圈有很多的价值观 是跟教会的教导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虽然我参加了小组的生活 但我还是不信 你虽然来教会 但是你不信主 还不信 你只是好像说吃挂了大鱼大肉 你想换一点清大鱼大肉 可以这么说 OK 那你后来是怎么信主的呢 18年年底的时候 在当时工作上 还有感情上都遇到一些挫折 面临一些抉择 在工作上 因为一直没有很大的起色 所以就思考着 是不是要回台湾 或是去中国发展 那还是要坚持下来留在美国 在感情上 跟当时已经交往四年的女友 也有非常多的纷争 所以那个时候你发现说 你的人生好像没有按着你的剧本 有点走不下去了 对 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有一个新的突破 那之后呢 那在那一年年底 刚好有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 有两个是从台湾来的 然后也是我不同时期的朋友 竟然不约而同的 听到我的烦恼之后 都主动说 愿意为我祷告 而且更奇妙的是 他们祷告的内容 竟然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 都是在告诉我说 神已经为我预备好一条道路 那这条道路虽然有一些波折 虽然有一些荆棘 但是我只要继续往下走 神会带领我 所以你的三个朋友 同时为你祷告 对 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大概一两个月内 告诉你同一件事情 上帝为你预备了一条道路 他们基本上在告诉你说 其实你的人生有另外一位导演 就是上帝 你听了后你怎么感受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突然很震惊 我知道说原来真的有一位神 在透过这三个不同的朋友 在对我说话 所以我当时就决定 要更认识这位神 所以我就参加了更多教会的活动 也因此相信决定信主 我还记得2019年初的时候 我拨了一通电话给台湾的家人 我跟我爸说 我做了三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 我要受洗 我要成为基督徒 第二个决定是 我要留在美国发展 第三个决定是 我要在今年结婚 所以你没有过了多久 你就受洗了 对 在一两个月后我就受洗 并且在当年的年底 我就结婚了 你也继续留在美国 我也继续留在美国 安定下来 OK 所以你觉得你信主以后 你的人生跟过去真的有不一样吗 在工作上的确还是有时候会遇到瓶颈 像是去年疫情的确造成影视权有很大的影响 但因为我信主了 所以我知道无论怎么样的波折 都有神在前面带领 所以在我去年一样遇到工作上的低潮之后 我这次我心态上不一样了 跟2018年就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我有非常大的平安 我知道这是我的家 而且我在神的家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 我们自己来导演我们的人生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 人生有一位更好的导演是上帝 而且他导演的人生 比我们导演的人生好像要更美好一点 更精彩 对更精彩 我也相信真的其实上帝在你生命中有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是跟他的国度有关的 我很感谢上帝帮你带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这次寻常百姓的节目 你就是我们的导演 当然我也相信说 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这位大导演的计划下 阿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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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